今年的状元,热门富尔茨是所有新秀中最出色的,但考虑到凯尔特人阵中已经拥有了布拉德利、小托马斯、司马特这些后卫,绿山军后场如果再加上富尔茨将会非常拥挤,而富尔茨本人也新知肚明加盟一支已经闯进冬绝的球队或许不会有很长的出场时间,所以这促进了凯尔特人和76人达成交易,将状元签交易到76人手里。 当然,凯尔特人老板安吉会一直持续寻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据Scar, William Lou,报道,凯尔特人的最新目标转移到了提湖当家球星安东尼·戴维斯,在和76人达成交易后,凯尔特人手上持有的选秀权再次增加,仅明年和后年就有多达七个首轮签,其中明年有三个,分别来自蓝网、湖人和自身,而2019年则有四个, 分别来自国王、辉雄、快船和自身。考虑到绿山军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已经闯入东部决赛,再加上手握七个首轮签。 不得不说,凯尔特人管理层工作的确做得非常到位,他们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有望重回巅峰。 七个首轮选秀权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筹码足够用来交易得到现役联盟绝大部分中的任何一名巨星。 所以凯尔特人,追求戴维斯并非是吃人说梦。就看提湖和凯尔,特人双方的意愿罢了。 提湖竟两个赛季,在戴维斯的带领下并没有闯进季后赛。 交易戴维斯,得到多个首轮签进行重建,也并非是不明智之举。 试想一下,如果凯尔特人用选秀权交易得到生涯场均22.4分10.2版,上赛季场均28分11.8版2.2帽的农眉哥,他们的攻防两端都会提升一个档次。 整体实力足以去挑战勒布朗率领的骑士。 如果再腾出一些薪资空间引进另外一名球星,或许未来称霸东部的就是绿山军了。 就连奥尼尔都称若戴维斯去凯尔特人,东部的格局会发生变化。 勒布朗战姆斯胜于生涯,恐怕难再夺得总冠军。 本赛季戴维斯,凭借出色的表现,入选了最佳第一阵容。 他是外界公认的联盟第一大前锋,而且目前不过24岁,他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升。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加上戴维斯的合同要到2020年才结束, 所以蹄虎也并不一定会为了多个首轮千交易农眉哥。 毕竟农眉哥已经是现役前八甚至前六级别的巨星。 当然,一切皆有可能。 既然安吉已经有了这个目标,绿山军肯定会尽全力与蹄虎进行谈判。 全力变了这个目标,绿山农 MSW控制是发生的这种目标,绿山农眉哥。 除了这种目标,绿山农眉哥。 是一切。